花蓮市中山路一間銀樓19號發生一起搶案 一名無心男子假裝要買戒指 結果到手後奪門而出 騎著腳踏車逃逸 再搭計程車逃到台東市區 警方巡線逮盜人 他已經以25000元將戒指變賣 警方發現這名男子之前也搶過金氏 被判6個月 行事幹員一擁而上 將搶銀樓的無性犯嫌上銬控制行動 因為就在6個小時前 他在花蓮市的銀樓一條街 搶走一枚金戒指 先將單車藏在柱子下 以為接日器拍不到 实际上花莲市中山路与中华路上 因为营楼聚集 成为花莲市监视器 最密集的地点之一 19号晚间7点半 范贤骑着自行车 跑到营楼说要买个金戒指 店家才拿出四千重的金戒指 男子看了两眼 抓着戒指就往门外冲 警方获报立刻成立专案小组 六个小时内 就将无姓范贤逮捕归案 调阅周边监视器分析比对 那锁定该名窃贤呢 已经搭乘计程车 逃逸到166公里以外的台东市区 在2019年也有发生过这个案子 那无姓嫌犯这次也是重复的一个犯案 所以地检署这边呢 也会向地院这边来做一个生压的动作 范贤落网原警店家身上 找到变卖金戒指所得 两万八千多的现金 警方调查发现 原来无姓范贤2019年 就曾经有抢银楼的记录 这次犯案后立刻搭计程车 逃到台东打算藏匿 没想到还是被警方逮捕归案 警方资讯后依抢夺罪嫌 移送地检署侦办 记者综合报道 提醒你 感谢观看